量化分值 月见上相克 日程相克 都是负一 相克都是负一分 没什么可说的 都是负一 好多同学写的负的零点一 这里面有写错的 记住这个 把这个要扎实 其他的取向都是 后面要学的 一步一步来 把这先学扎实 那你娶父母子水为用神 你娶父母子水为用神 这个正不正常 正常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里面 给大家讲了一种 取用神的方法 就是参考用神 我们讲考试 是不是就分官鬼和父母 就这两种 父母代表的是承接 他也代表学校 那一中的话 你是不是肯定会认为 一中不是一所学校吗 难道不是以父母子水为用神吗 但是这个子水 你看它比较特殊 它是浮藏不限 在古人的眼里 我们要知道 这个浮藏的窑 它是不在这个挂上显示的 我们看挂的时候呢 只看这六个窑 只看这六个窑 而这个浮藏的窑呢 它是不出现在挂中 它也没有什么特殊 没有特殊是什么意思 它既不寻空 也不月破 也不被日成冲 它只是被月见日成相克而已 这个就不算特殊 我们讲的找的特殊的窑 是指空破木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父母子水呢 我们通过这个上面看呢 我们很容易把它找成 但是呢 参考用神 观鬼神经呢 它是作为一个参考用神 就说在一个挂中 参考用神呢 非常明显 它处于发动状态啊 就是发动 而且化近神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考虑要以这个参考用神 来作为用神 而舍去这个父母子水 有的同学呢 他把这个参考用神找对了 他找对了 但是他分析的时候呢 就很有意思 他把父母子火 伺火 他把这个 是遥为土呢 分析了一遍 他把子孙伺火发动呢 身为土 你把用神呢 已经找中了 你这个太极点 落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再断这个 第三步的时候 第三步看深刻 看的是 用神 对 动摇对用神 先说反了 动摇对用神 动摇对世摇的作用 是不是这样子来分析的 这个世摇 不是挂 不是这个子孙 不是这个孩子女儿 那么你这个世摇 是不是叫 把它变换成什么 换成子孙嘛 这个原理明白吧 就说我们在分析第三步 动摇对挂中的 用神的作用的时候 是分析动摇对用神 是动摇对世摇 那么当这个动摇 它本身又是用神呢 你就不用分析了嘛 这个动摇 它本身就是用神 就不用再分析了 只分析这个 这个用神跟世摇 是什么关系 可以吗 而这个很明显啊 就是他俩呢 有相合 对吧 克合了 化近神 而又相克合 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 我呢 快速的飞奔的向前跑 这个观鬼呢 就代表的是 他考试这件事情嘛 对吧 用神嘛 他是用神 就是说我们不再用父母子水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观鬼神经为用神的 他代表的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名次啊 或者说他考试这件事都可以用来作为用神 能否考上一中这个事情 这是用神吗 那用神都发动了化近神 又来把这个子孙似火平和 对于这个用神来说 用神神经是不是平和这个子孙 这叫平和啊 因为用神作用于这个子孙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世遥 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这个母亲 遥挂的人 这个时候用分析 他是他代表的母亲 他不代表子孙 因为什么 他不代表这个女儿 你要清晰这个 如果你要分析 似火去生畏土意味的什么 你把这个什么当用神了 对不对 有没有必要去分析 没有必要啊 记住一定知道 我们那个看深刻啊 那步骤 让大家按照这个理法步骤分析 一定是分析的是 动摇对用神 动摇对世遥啊 一定分析这个 其他的你不用看 再看的话 你就掉到那个怪圈里 深深刻刻的怪圈里 没法自拔了啊 那在这个 对于这个 似火来说 用神是来平和我的 那就是他来找我呀 对这个子孙来说 是不是这个孩子嘛 那他来找我 和我 就是他来找我了 而且拉着我呢 画精神 能不能这么解读 画精神 你想想就像一个人啊 在跑步 这个人跑得特别慢 但是呢 有一个跑得特别快的人 他画精神 他以每分钟啊 多少 几百米的速度往前跑 而这个人呢 一分钟确实才跑 几十米的状态 那么他拉着他跑 和了他跑 拽着他跑 这往前跑 用这种方式跑 他能不能啊 考上呢 可以啊 这个挂式考上根源 理法才是因为 用神神经化精神 而似火呢 他什么状态 未乐 他有乐器 有的同学段呢 他已经是有乐器的 然后又说 他是衰败的 然后呢 有的同学段 是似火入了 虚日的木库 我是在今天讲课前 才看大家写的作业啊 这个一位新同学 没有学过 动摇入不入 这个日成的木库啊 这个丝火是动摇 看到吗 在理法啊 一定记住 在理法上面 动摇是不入日成木库的 你去怎么解读 这个动摇 他发动着呢 你拿一个 一个筐子 把它照一下啊 你拿一个板板房 把它扣一下 想把它 想把它捆绑住 绑住不能动 这个木库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绑住 它不动 不让它动 关起来 或者叫关起来吧 木库叫关起来 跟何时啊 关 把它关起来 关到一个铁皮板房里 而这个火呢 它是发动的 你这个库呢 是安静的 你来酷我 那么我把门打开 我就走了 我一直在动的状态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相当于像一个 一个人呢 他会上窜下跳 你 你这个房子有 有门缝啊 你比如关 你想用一个铁皮板房 把一个跳蚤关到里面 木库到里面 那个房子里面 它到处都是缝隙 按跳蚤的这个 身材呢 它是足够从房子缝隙里 都能钻出去 你这个库有没有意义 所以 日程是不目动摇的 在礼法上啊 日呢 是不目动摇 记住 他目不了 你到生活中来解读 也是一个发动的摇 你是 不进库里的 那这个日程到底目什么 他只目进摇和扶摇啊 记住 日程只目进摇和扶摇 如果这个地方的 这地方是个四火 扶藏的四火 那么他入这个须的库啊 这么来看啊 这叫理法层面的 不懂的呢 先去看那个高级课程里面 木库啊 是不是都要给大家发一些 就是关于整理笔记的内容 发现啊 看挂看了 是其一 好了 这部分内容呢 就讲到这么多 那么这个四火化尘土 是不是不升不克呀 不升不克 我们是不是不用管它 啊 被日程相冲 冲也没有破 那么这个摇 是不是还是有用的摇 啊 如果变谣不破 记住一个知识点啊 变谣不破 就意味着什么意思 什么含义 就意味着这个四火呢 是有用的 它没有变废 那要是你要断炸 烤不上 你肯定就会认为 子水浮藏不限啊 月日相克 负一负一 然后呢 非神又来克 非神克用的是礼法 还是用的相法 大家说一下 非神为土来克 用礼法 大家回复一 用的相法 大家回复二 为土来克子水 就是你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啊 特别是第三步 第一步第二步 大多数人都能断个差不多 就是你在取用神的时候 有点难 因为大家在这个 现在阶段 我就教给同学们讲 什么叫客观取用法 那你通过这一个挂的知识点呢 你就知道什么叫客观取用 就是我们原则上是以父母为用 但是这个挂中 参考用神在这里明动 而且化的近神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舍去我们主观的取用的 父母子水 代表学校 而用这个观鬼身经呢 来代表这个学校考试这件事情了 考一中这件事情 这就是啊 一个知识点 这叫客观取用法 根据挂项上的显示来取用神 这就叫客观 客观就是不以我们主观为依据 我们大脑中的主观想法 就是我认为的 这叫主观 就是我们给大家之前讲过的 六亲取用这一种 只要考试 通通以父母为用神 好 这就叫主观取用神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客观取用 客观就是排除我认为的 把这个我撇开 我们就整个从上往下眼睛呢 这样来看我的眼睛呢 是这样的 整个来看这个挂摇 这个鼻子也画得太夸张了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眼睛呢 是这样看 就叫客观取用 120度 放开 我们的眼睛的视线范围就是120度 这样看用取用神 而不是以我大脑中的主观 这就叫主观和客观 把它区分开 第三步呢 看这个深刻 一定记住啊 这个知识点 动摇对用神 动摇对 动摇对视摇 动摇如果不是 这个视摇代表是他的母亲 不是女儿 我们就分析动摇 跟这个女儿之间 这个视摇就要变成女儿了 这个明白了吧 啊 这就要灵活一点了 其他都不要去分析他 不用分析 而且根本不用去分析女儿跟视摇之间的关系 你取细节 不用取相啊 不用去取相 我们在断吉凶的时候 不存在这个似火去生畏土这件事 根本不能出现在 在第三步这个 这个深刻 看深刻的关系里面 那么第四步 断完吉凶 断能考上啊 原理是什么 理法层面呢 就是因为用神化精神 而且用神的来平和这个子孙 子孙自己也发动着呢 那么他自己的意愿度也很高 这里面是小孩自己也愿意去 那么刻合是 有的同学说是 孩子不是太情愿去这所学校 自己发动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这个似火发动 也与这个神经相刻合 那么站在这个子孙似火的角度 他是不是与他刻合 所以说他考上这个孩子本身 他也愿意去 刻合就意味着 既想去这所学校的 还要被这所学校所管 内心呢 还不是说是非常情愿的去 是这种状态啊 但是并不表示说 他反感去学校 就是课 我们要去理解这个 课的本意啊 课不见得都是不好 课不见得不是都不好 他们两个都发动了 对于两个动摇来说 他们两个的合呢 这个时候更重要 就忽略这个课了 这种合呢 他就在这里 它是一种动摇和动摇之间的合 那么他就能处急凶了 谢谢大家